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在发表会上 直接说明了这个小米的苏七 直接要对标的就是Porsche的台康 当然现在讨论度非常的高 大家都说它的外形 还有很多设计 几乎都是一样 都是造超的 那到底台康跟苏七比较起来 有哪一些差影 我们现在就仔细的来看清楚 这小米看车要预约 这个排队可能要排一个小时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排 排进去之后慢慢地排给大家看 每一个细节 小米是目前中国大陆 最受瞩目的一款新创品牌的车 那作为手机厂还有家电厂 小米划入电动车 苏七是它首部的第一台电动车 苏七全车系总共有五个车型的等级 建议售价落在21.59至29.99万人民币之间 在发表后在27分钟之内 就获得了5万张的订单 苏七它的长宽高分别是 大概5米乘以2米 车高的话大概是1米44 那轴距的话有3米整 头灯采用圆角多边形的设计 内部它是米字形的灯组的结构 头灯的下方还配有针的通风孔 可以帮助刹车进行散热 原厂公布它的风阻系数 是只有0.159CD 那在车侧方面也有隐藏式的门把 还有五幅式的铝圈的造型 那车身的腰线同样是相当圆滑 有助于提升空气力学 至于尾灯的话 则是采用贯穿式的LED尾灯 那下方也有空气分流器的造型 内装它配备了三幅式的方向盘 那驾驶模式的切换钮 周围采用红色的元素来做点缀 那中控台上面 则是搭载的7.1寸翻转式的仪表 还有16.1寸的触控式的荧幕 那这个荧幕它的解析度高达了3K 并且搭载56寸的HUD台头显示器 然后此外与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不同 苏七它保留了大部分的实体按键 使得实际上直觉的操作会更加的方便 那内装则是提供了灰色黑色 还有红色三种颜色可以来做选择 那内装上面有气氛灯 NAPA的皮革座椅 还有面积高达5.35平方公尺的玻璃车顶 15支扬声器等等 那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动力 苏七采用双马达的车型 最大功率是573P 最大的峰值扭力有838牛顿米 0到100的加速是只要2.78秒 最高的车速 急速也可以达到265公里 那另外它还有boost模式 弹射起步模式等等 那至于这么好的动力 它配上了刹车则是Brembo的四活塞卡钳 那100到0的刹车距离是33.3秒 那双马达车型电池呢 是101度的明德时代的三院锂电 根据WLTC的测试模式的话呢 它的续航力有800公里 并且这台车还有800伏的超级快充 5分钟内呢 就可以补充220公里的续航里程 在15分钟后呢 则可以提供510公里的续航里程 那丹马达车型最高的功率呢 是299P 0到100是5.28秒 那搭载的电池容量呢 是73.6度的佛迪磷酸仪铁的电池 以上呢是小米苏7哦 大致上跟大家的介绍 刚刚看完了米诗节 我们现在来看正牌的宝石节 当然呢 这个宝石节的展区呢 今天没有展台康哦 因为那是旧车 那最新的车就是Macon的Turbo 第二代的纯电Macon呢 它的燃油引擎已经没有供应了 现在只变成是纯电了 车身尺寸当然略微放大一点 但是还是4米7的 中型SUV的尺码 但是轴距哦 放大到了2893mm 所以可以想见的 轴距拉长之后 对于操控对于空间 是更有帮助的 车头的造型上面呢 最大的特征就是采用了新一代的 分离式的头灯 Turbo的车型呢 它是上下分层的 Macon Ford的日行灯的话 是方向灯 共用一个光带 那强烈的尖线弹 带来非常强的这个肌肉感 搭配车尾呢 它的3D 一体光带中央 保时节的字样 以及可以电动调节的 后面的尾翼哦 动感的气氛 会更加的强烈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车门 现在变成是 无窗框的车门了 变得更加的帅气哦 那在内装的格局上面呢 整体的设计理念呢是像 TICON所看齐的 仪表呢取消了边框的设计 那10.9寸的中央触控萤幕呢 它选用内侃式的设计 那萤幕的弧度呢它有利于 驾驶人进行近距离的操作 那另外呢附驾前方 它还加入了第三组的 10.9寸的触控萤幕 娱乐系统 同时这娱乐系统呢 也有防窥视的功能哦 那在动力方面呢 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泳池同步的马达 Macon 4呢 它的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300千瓦 那Macon Turbo呢 是470千瓦 那配备的锂电池 它的度数呢 大概是100度左右 那分成12个模组 总共180个方形的电芯哦 那其中 涅孤猛的比例是 8比1比1 那0到100的加速方面呢 Macon 4的话 是5.2秒 那如果是Macon Turbo的话 是3.3秒哦 那目前在台湾方面呢 保湿界已经公开 它的建议售价了 Macon 4的话 是新台币373万起 那Macon Turbo的话呢 是新台币541万起 但这是标配的价格 那车型的选配的话 还是看车主 自己选了这种配备 来决定最终的价格哦 看完了小米 以及保时捷Porsche 之后呢 两台车是不是 还有很大的不同呢 虽然一台是四门的跑车 一台是SUV 但是呢 两台有相近的地方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哦 你对这两个品牌 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小米苏7 是不是很想保时捷呢 下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是小薛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